哈喽,大家好,Copic Channel,我是Fish 今天想要分享一点小小的知识 关于Credit Card 相信大家都会有Credit Card 我的Credit Card是在这个新加坡的DBS 你可以去他的网络网站 就很容易的很方便的申请 最基本上你要有一个付口 我给我就开我的这个DBS的这个付口 Apply,然后Credit Card 他就会跟你讲说,你需要有一个Token 然后就Generate你的Token 你就来你的这个DBS的App Login,先咯 Digital Token 然后Approve 当这个Approve的话,这里 这个Approve的话,这里就会打开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很多这一些Credit Card Apply 也是很快,很方便 在去年Apply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还有Apps 这里有一个Anno fee 这里 这里有一个Anno fee Anno fee是180块 然后GSD7% 一年你就要给新币 一百九十二块六十cent 这笔钱,可能你可以买一个Airport Apple Airport来听 然后 要怎样才能Wave掉这个Anno fee呢 你要用什么方式 除了打电话去 又要跟他们的Operator解释说 你要关掉啊,你用花了多少钱啊 然后就,哇一大堆 可能你打电话 他们又在Engagement啊 你根本就没有人跟你打 你又要花时间 或者是你忘记 这样你无端端就中了一百九十二块六十 Dollar 相信 你们全部都不想要给的 我相信 我也确定大家都不想给的 这个Anno fee 你只是需要怎样呢 你只是需要去DBS的Web 那边有一个Email的Icon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Email的Icon 有一个Composter 你就来这一个地方 Click进去 然后他又再叫你Active这些 OK Conform 进去 then你就会来到这一个地方 就是Compost message 总之你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哦 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要求的 For fee waiver card cancellation and card replacement request send select credit card or cash line from the topic list below 你就来这里 My inquiry 在这里 then你选的topic 就去这一个credit card 然后你去这一个fee waiver and then 这个Anno fee 或者是你有late charges或者是financial charges 你想要叫他们Wave 就这样 至于这个my message 其实我没有send过 then我就按send send过后 基本上 几天 他就Wave掉呢 找到了 他就会send一个sms给你 因为你register你的电话号码 as你的这一些account account全部的 他就会看他就send这个 We have approved your Anno fee waiver 我send的时候是在星期六 星期六是18号 我收到他的Wave是在18号 快吗 18号 这里18号 等下我会放这个screen 18号 也是星期六 然后看回这里 我收到的是10点 看到吗 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这个只是给DBS和PSOB 其他的bank我不确定 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是的话留言comment ok ok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这个tips是很好的 麻烦关注 我subscribe 和click like and 下次我们再见咯 我还有更多的东西会分享的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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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